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这一节开始我们学习bootstrap对表单的样式 那表单呢在我们的开发中相当的重要 那所以呢表单的表单的整个表单呢 我会分小三节来给大家讲 这地方给大家稍微讲的详细一些 那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个写一个例子 好我们新建一个web项目 CH06 然后把我们bootstrap用到的css JavaScript 导进来 好新建一个atmr文件 我们叫demo01 把我们这个头复制过来 Ctrl C Ctrl V 好保存一下 打开demo01 好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表单 div class container 第一个标签我们用什么呢 form标签 form里边当然要给我们的action method等等 action 期交到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 messard post 接下来我们写一个标签叫fieldset fieldset里边写我们的这个表单空间 那第一句话我们给一个legend 就是我们写一个用户登录 用户登录 界面 用户登录吧 好 dii 这个dii里边呢 用户登录里边我们主要有 呃 用户名和密码 所以这地方给一个class class这地方我们给一个form group 后边给大家讲这个样式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是label label呢 我们给用户名 input type text 说一定要给type text name等于name 输入用户名 好 这是用户名 那么再来一个密码 dii 同样这个dii 呢 也给class 等于 第二是我们写form group 然后是label label呢 我们是密码 那密码呢 我们用密码框 这个地方给个冒号 冒号 input type等于password name等于pwd 好就行了 但这两个孔叫呢 我们给它增加两个样式 class 我们叫form control form control呢 就会把这个孔叫呢 呃 大小设成百分百 control位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 那么再加一个 再加一组 dii class form group 那我们再加一个 用户名 密码 我们再加一个 记住密码 再加个记住密码 记住密码呢 我们用一个 呃 多小框 label label里边 我们写记住 密码 这里边要写 input 这后边我会给大家讲什么原理 type等于 checkbox 这里手折器呢 我们这用 checkbox 好 那么再做一组提交按钮 div div 里边呢 我们加一个 呃 button 呃 直接给它button 也行 呃 然后button button的名字 我们叫 登录 给一个type submit 给它一个样式 class btn btn btn就是按钮样式 后边我们会 下一节会讲到 btn给个default吧 默认的样式 好简单 我们做完一个表单 用心看一下效果 用户登录 然后用户名 前面用户名 然后前密码 记住密码 这是我们的登录按钮 注意 屏幕往小走 也能给我们什么呢 适应 那 boostruck呢 对表单 没有做过多特殊的 这个效果 它只是对我们的 这个file set呀 legend呀 对这些标签 做了一些 呃 揭句 这些揭句的一些 呃 一些拍板 揭句一些微调吧 那这地方 我们主要用到的 这个样式 注意看哦 主要用到的样式是 第一个我们叫 我在每一个表单 向上 我们加了一个 div div里边 给了一个form group 那form group呢 就是设置了 这个组件 离下一个组件 底下的揭句 是15像素 这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form group的 这个原代码 好 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吧 这个菜单不太好找 好 Ctrl C 找到我们的原代码 Ctrl F 看一下form group 它只是对 底下做了什么呢 15像素的这个 编剧 在没做什么事情 这是这个form group 给大家讲的 还要还要注意 我们在组件上 加了这个 form control 样式 在我们 input 转文本框 和密码 将来form control form control 是把这个组件 给它设成了百分百 宽度 设成了百分百 相当于 占满我们这个容器 这是用到的两个样式 那还有这个按钮呢 我们在后期 讲按钮的时候 给大家单独会讲 这是按钮上 摸认的这个样子 当然也可以给一些 success呀 warnia 之类的样式 那这个呢 是一个单选框 单选框我不给checkbox 大家看一下什么效果 也行啊 但最好我们在这地方 加一个checkbox的样式 注意看 这个是checkbox呢 如果我们这样写 如果这样写的话 用心看一下 这样写的话 这地方出现问题 就是这个 这个单选框和这个稳稳之间 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boostrap给我们定义了这个 定义了使用单选框 多选框的这个标准 我们这样用label 文字放到label里边 前面放什么呢 checkbox 这样的一个模式 这后面我们讲到 多选框的时候 单独给大家讲 好运行一下 好是这样的效果 那这是在看到我们的思维导图 那boostrap对表单 只是对表单的这些标签 比如说fieldset legend legend 这些东西 只是做了全局的一些样式 然后主要用到的两个样式 这个地方用到一个form control和form group form group给大家刚看了 就是只是把这个表单项 底下的这个编剧 设成了15像素 让大家看起来 每一个表单项更清晰一些 然后form control呢 是把我们的文种框 直接给放到百分之百 占买容器的百分之百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 内列表单 那有时候呢 我们需要这个表单 在一行去显示 好那我们再做一个例子 好我们把demo1复制一下 看一下什么是内列表单 好把demo1control c 复制一下 这叫demo02 这个呢我稍微改一下 那内列表单呢 它提供了一个 在form上提供了一个 form in line class form form in line 这样的话就排到一条线上去了 水平排练 好运行看一下 注意 这样的话就水平排练了 水平排练 那如果我不想要 这两个汉字的话 不想要这条label的话 我们可以把label给隐藏掉 加一个class sr only sr only sr only就把它什么呢 隐藏掉 那么再给密码也加一个sr only 好运行一下 所以这是我们变成水平 就是内列的这个内列表单 内列表单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form标签上加一个 加一个form in line form in line 它就变成内列表单 那么再看一个横向标单 再看一个横向标单 横向标单指的是我们的label和 指的是我们的label和这个标单空间进行什么呢 横向排列 好我们看一下demo 我们再复制一个 把把我们的demo01 Ctrl C Ctrl V 算了 这个我单独写一个 单独再写一个 好 新建一个ftm文件 这个我们叫demo03 03呢 我们把我们这个头复制过来 Ctrl C Ctrl V 首先呢 我们给一个dv contain class container 放到这个容器里边去 那接下来我们定一个什么呢 表单 form class 横向表单 我们要首先在class点一个什么呢 form 水平的 这个呢 只是做了一些憋剧啊 这个处理 他完全不能 呃 他其实他是不能控制我们这横向的 我们要还要 呃 依赖于那个 呃 山格系统 好 这个角色给一个form 好 那么这儿先给一个dv 这个地方是class formgroup 然后这给个label label里边呢 我们给一个 用户名 用户名 input type text 这一定要给text 好就行了 好 再给一组 Ctrl c 这呢是密码 password 好就做 我就做两个表单项 然后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这样的效果啊 这样的效果 那横向的表单指的是我们这个文字和它在水平排列 但是这个地方呢只是在这个form上加了这个form水平的样式起不了作用的 我们把它取掉 看一下这个变成什么样子 这样 哎呀 没刷新 没保存吗 啊 这地方我们还得加其他的样式啊 这样做 首先我们在form上加一个啊 form horizontal 这样的一个样式 然后呢 我们需要在input上注意啊 它要接住我们的山格系统来完成 那么可以在我们这个label上 加一个样式 class 靠 sm 小分辨率上占两格 那这个input呢 不能单独放了 这个input我们就这样放 diV 把它放到diV里边去 那相当于这个form group占一行 这是我们的山格的占两格 那这个diV占几格呢 class 靠 sm -8 -8 -8吧 这个占了两格 小屏幕的两格 好再玩笑 但这样做有个问题 主要它小于768分辨率像素的时候就纵向排列了 所以这个横向只能在大于768的分辨率上来使用 但这有个问题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有一个阶距 那有个阶距怎么来调这个东西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给个control label control control co 这给个c-o-n-t-r-o-r control label 好再运行看一下效果 来这样的话它可以自适应 注意看 这个文本框占满了这个全屏 而且 这个小于我们分辨率小于768相素的时候 它就给你纵向排列了 所以说横向的这个表单只能在大于768分辨率相素上使用 而且要注意我们做两步 第一步 我们需要在form上增加一个form和resoto 这样的一个水平水平样式 它呢其实没有做什么实质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样式是怎么定义的 在css里边我们找一下 control f control f 它往下找 看看 form group 它只是做了一些编剧 注意看 只做了一些编剧 没有在做什么事情啊 所以大家自己查一下 好 那么看回到这个地方 第一步我们在表单上设置 第一步我们在表单上设置 这个样式 然后呢要注意 我们把form group当成一行 现在要用我们的山格系统把它当成一行 然后label呢 我们可以指定label占多少链 占什么分别屏幕的多少链 然后一定要注意要给一个control label control label的话相当于这个东西又对齐了 这样的一个原理 然后是增加一个div 所以让这个div占我们的什么呢 山格的几格 然后让label的这个input 这个表单孔建 让它占满全品 占满全品就是form control的这个样式 所以大概是这样来用的 那这边呢 当然你用法是一样的 这个label呢 当然也是给class control label call smr 好底下这个password呢 我们要这给个div 把它放进去 password呢 我们让它占满容器 占满容器的话就是class form control 这个div里边呢 我们要让它占多少链 classcallsm占8链 好 然后再让它给一个 我看看 占8链就行了 好 运行看下效果 这样的话你屏幕变 再小于768 它就纵向排量了 这是我们水平的什么呢 横向的这个表单 横向表单 好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这么多 讲表单基础 内列表单横向表单 那这一节的练习呢 大家还是打开我们的bootstrap的那个中文网站 打开这个网站 然后找我们send的中文档 我们现在学的是全局CS3样式 那我们这个地方学到了表单 然后把表单里边我讲过的这个 的操作一下 表单 基本实例 内联表单 水平排列的表单 现在讲到了前三个 大家把前三个什么呢 照着这个效果 自己把这个什么呢 瞧瞧瞧啊 好 这一节讲到这 谢谢大家